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有議員在會上違反秩序 答問大會要提前結束 答問會去到10時25分 大約剩下20分鐘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起身叫囂 並向官員投責物品 陳志全和社民連的梁國雄一起起身 主席曾玉成宣布將他們三個人驅逐離場 但梁國雄認為自己的行為並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不滿主席裁決拒絕離開 曾玉成隨即宣布休會 行政長官梁振英和一眾官員一直留在會議廳 等候主席的決定 而梁國雄亦都拒絕離開 曾玉成15分鐘後復會 但表示由於已經接近原定結束的時間宣布散會 梁振英離開會議廳後再次譴責議員行為 王毓民就一直站在他後面叫口號 三幾位立法會議員 經常多年來在大會和其他會議上 向出席的官員 包括不久前的財政司司長 高陷粗皮和侮辱性的言辭 就像剛才那樣 甚至乎向官員近距離拋袖陸議 完全無視議會和官員的尊嚴 阻礙議會的運作 這些議員的行徑 我們必須嚴正對待 任之由之 不但破壞綱紀 破壞立法會的莊嚴地位 損毀香港的國際形象 嚴重妨礙立法會的運作 更加破壞行政立法關係 有附廣大市民對議會的期望 和在一起的地面 提議 пожалуйста 要求靠飲理 done?